对着镜头展现自信 在戏剧上表现亮眼的艺人郭书瑶 好夫职也被厂商向众担任代言人 抗老这件事情 不是说他开始老化了 你才开始对抗他 对 预防胜于治疗 所以你应该是在提前的时候就开始 其实我差不多在23到25岁 那个时候就开始用一些 专门抗老的保养品了 私下很少上妆的郭书瑶 喜欢简单的保养方式 看准这股趋势 有业者就采用最新科技 整合保养步骤化繁为简 它可以有抗老 美白 亮白 保湿 很多很多功效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把这些所有东西搞定 然后可以让你的保养 就是很有效率 根据统计台湾化妆品市场 连产值超过上千亿元 庞大商机让业者积极推出新品强势 还找来戏剧女神郭书瑶代言 就是希望能顺势打开知名度 冲出好业绩 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